一位母亲利用周末时间带着儿子来到了阎西公园 想要举办一个野生派对 可刚到事先选好的地点母亲就尖叫了起来 顺着母亲的目光儿子向远处望去 只见气球下正躺着一具尸体 尸体身上还爬满了数不清的大老鼠 调查局接到报案第一时间封闭了现场 从事般情况卡密判断死亡时间在10到12小时之间 有人刻意在尸体身边放了一束气球 说明凶手希望警方尽快发现尸体 在死者身上和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一丝血迹 表明凶手在杀人之后抽干了死者身体的血液 老布在附近找到了一条拖拽的痕迹 拖拽痕迹直指停车场 而停车场是公园唯一没有安装摄像头的地方 显然凶手的抛尸行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小鼓通过下合肢的大小判断受害者为一名男性 牙齿的磨损程度表明年纪在40岁出头 全宫的状况表明他是一个白种人 安琪拉根据公骨长度计算出身高在1米78左右 助手通过X光在左侧锁骨 以及肩胛骨和骨骨上都发现了爆炸时碎片留下的伤口 这说明死者可能是一名退伍军人 膝带两侧并前滑囊都有浮肿的迹象 这种迹象通常是因长时间跪地引起的 说明死者的职业可能是僧侣或者牧师 当小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情绪瞬间不安了起来 他让助手调取了内耳厅小鼓处的X光片 放大后在邓鼓位置发现了曾经骨折的迹象 根据愈何情况他断定骨折发生在14年前 他曾经在老布身上也见过类似的伤痕 他立即让安琪拉对死者进行了面部还原 结果和他想象的一样 死者正是牧师奥尔多 他是老布和小鼓的证婚人 还是老布服役部队里面的牧师 在老布患上创伤后一症的时候是奥尔多开导了他 可以说奥尔多就是老布的救命恩人 老布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难受极了 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 只要他需要帮助奥尔多就会站出来帮助他 他发誓一定要抓到这个凶手 实验室这边还在进行缓慢的取证工作 杰克在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些杜虫 这些杜虫喜欢啃食地毯和窗帘 在公园内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些虫子 或许可以根据杜虫体内的粪便来确定奥尔多的遇害地点 助手在左右两侧掌骨上都发现了死前挫伤 说明奥尔多遇害前进行过反抗 卡密通过肝脏情况判断奥尔多是一名重度海洛因吸食者 这句话瞬间提醒了助手 他在刚刚清理出的植骨近端发现了一些划痕 起初他还以为是老鼠啃食造成的 现在看来这些划痕应该是注射毒品时候的针孔痕迹 他决定让杰克提取一下针孔处的威力 或许可以找到海洛因的痕迹 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海洛因的成分来确定毒贩 此时老布带着小谷来到了奥尔多工作的酒吧 老板说奥尔多最近开始从小飞罐里面偷钱 一个月前两人因为这件事情打了一架 最后不得已他只能开除了奥尔多 但昨天一晚上他都待在酒吧 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在他看来奥尔多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 为了吸毒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此时助手已经完全清理出了受害者的遗骸 在第五和第六根肋骨上都发现了一些撞击造成的骨折 从愈何程度推断事情发生在两周前 攻击角度可以判断凶手是一个左撇子 杰克带来了止骨的检测结果 在上面一共找到了九威克的海洛因 并且分析出了海洛因的组合成分 安齐拉立即进入了当地基毒局的数据库 通过杰克提供的海洛因成分锁定了五名毒贩 小谷根据锁谷的高低判断 其中一名男子的惯用手为左手 老布带着詹姆斯立即找到了毒贩 毒贩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奥尔多 也没有进行过任何贩毒行为 老布说他只对奥尔多的事情感兴趣 如果不配合调查就会一直派人来监视他 让他手上的货彻底烂在手里 毒贩听后终于交代了他知道的全部事情 一个月前奥尔多开始从他这里购买毒质 可两周前他发现有人一直在后面开车跟踪奥尔多 他认为奥尔多是被警察给盯上了 于是他暴揍了一顿奥尔多和他彻底断了关系 老布听完直接拽走了门前的可视电话 或许可以从里面找到跟踪奥尔多的人 杰克这边在肚虫体内找到了专业牺牲的泡沫 说明有人在奥尔多身上安置了窃听器 安齐拉连夜对老布带回来的可视电话进行了分析 但这个电话的内存非常的小 一旦存满新的录像就会覆盖过去的记录 但他还是从里面恢复了几端录像 确实发现一辆车一直在跟踪奥尔多 但距离太远根本就看不清车里面的人到底是谁 于是他调取了其他路口的监控录像 最后终于看清了这辆车子的牌照 经过查询这辆车子注册在泰德名下 而这个泰德就是老布曾经狙击小队的成员之一 同时助手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他在第一和第二颈椎上发现了一些骨折 骨折情况说明脊椎骨曾发生过严重胃移 这一机会造成脑干以下肌肉彻底瘫痪 然后肺部停止工作造成大脑完全缺氧 所以说他找到了奥尔多遇害的原因 老布这边正在对曾经的战友泰德进行询问的工作 泰德说他从部队退役后一直活在阴影当中 他找奥尔多也只是想找一个诉说的人 可他发现奥尔多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 所以才会跟踪他 案发当天他跟踪奥尔多来到了贝尔维尔医院 一个人突然从车上跳下来袭击了奥尔多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带走了 他之所以没有说是因为他感觉愧疚 因为他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凶手带走了奥尔多 不过他从那个人的身手来看 应该是接受过军事化的训练 与此同时 助手发现了一条让人非常震惊的线索 他在左侧第八和第九根肋骨上发现了一些冲击性骨折 并且发现该处的咬痕比身体其他位置的咬痕更密集 于是他对该位置做了一个组织学测试 结果证实有纤维蛋白凝结和新的骨内沉积 也就说明老鼠啃食该位置的时候奥尔多还活着 助手现在想想都感觉可怕 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被老鼠钻进肋骨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小谷仔细检查后 在第七和第十根胸骨上发现了笼子挤压的挫伤 这让他瞬间想到了中世纪的一种酷刑 他们把一个装满老鼠的笼子放在受害者的身上 然后在笼子的另一端加热 这样老鼠就会被迫进行打动 进入还活着的受害者体内 种种迹象都表明奥尔多被折磨了很长的时间 詹姆斯调查发现 这种酷刑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部分地区仍然存在 巧合的是老鼠的狙击小队在这两处地区都执行过任务 老鼠这边调查了贝尔维尔医院的监控录像 发现凶手躲在一个盲区 并且车子没有牌照根本无法追踪来源 不过在现场找到了一组车摊磨损的印记 奇怪的是他调取了各个街道的监控录像 都没有找到这辆车的踪迹 说明凶手对该区域非常熟悉 他选择了没有监控的盲区带走了奥尔多 安奇拉按照布斯的推断进行了筛选 他把附近街道没有监控的位置全都标记了出来 只锁定了凶手大致选择的路线 杰克在左侧第八和第九根肋骨上找到了寒千七的颗粒 而老鼠在掌门牙的过程中会不停地啃食东西 他断定寒千七是从案发现场带来的 而寒千七在1978年就被禁止了 结合之前找到的专业及隔音棉 他认为案发现场应该是1978年盖的录音棚 安奇拉通过这些信息锁定了一处废弃的录音棚 这个录音棚就在无监控的逃跑路线内 老鼠带着小鼓立即赶往了案发现场 在这里找到了一箱子关于奥尔多的资料 还有一张脑部位置中枪的X光片 受伤情况表明这是一支强力的来副枪造成的 还在上面发现了一段塞尔维亚语言 随着深入还在里面找到了一张缠满胶带的桌子 在紫外灯照射下发现了大量的血迹残留 显然这里就是奥尔多被折磨的地方 还在附近找到了一个装满老鼠的笼子 小鼓立即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 可老鼓却在附近找到了一排电线 顺着电线看到了一组定时炸弹 两人见状瞬间跑了出去 就在两人冲出录音棚的一瞬间后面就传来了大爆炸 幸运的是两人在这场爆炸中没有什么损伤 但遗憾的是所有证据都被毁灭了 只剩下了小鼓当时拍下的几组照片 安琪拉根据照片上的血迹分布还原了案发现场 小鼓却发现这根本就不合理 如果凶手想要切断奥尔多的颈椎 头鼓就需要进行更大幅度的移动 杰克瞬间把自己带入了凶手的角色 如果是他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就会剪断胶带 安琪拉放大照片后发现胶带都是被证断的 说明当时奥尔多曾尝试逃跑 结合现在掌握的证据小鼓给出了最终的结论 当时奥尔多成功挣脱了胶带的束缚 但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本就无法逃走 于是他抬起了上半身猛地砸向了桌子边缘位置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挥边的动作 最终切断了他的脊髓 这个结果让检察官萨拉非常疑惑 奥尔多曾经是一个牧师 自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过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老布说这在他们队伍中叫做牺牲 是为了保护队友才会做的一种选择 晚上老布向小鼓讲了一段他曾经经历的故事 在1995年的波斯尼亚 他们小队接到了一个狙击将军的命令 当时负责开枪的人就是他 而且还是当着将军儿子的面痛下的杀手 这个将军有同盟有亲人 他认为这起案件就是将军手下的一次复仇行为 而在录音棚看到的那张X光片就是将军的 凶手折磨奥尔多就是为了寻找开枪的人 而他选择牺牲就是为了不供出自己的名字